這麼的快 大家好我是Dango 然後剛剛也今天我講三個 我自己三個列點 然後我喜歡這張圖是因為 書上可以找彈 所以我們坐在書上去尋找下一個答案 那這個 這個我也很喜歡這種 就是說 書可以帶給來 透過書可以尋找一個溫暖 那為什麼我等一下可以大概講一下這個原因 好 這個梗我覺得真的不錯 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說 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女生 那 成功的社群背後到底有什麼呢 很瘦的男生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說 其實 在成功的過程當中 背後他還有一段 我覺得蠻辛苦的過程 包含自己家庭 包含自己的感情 他可能遇到感情的問題 所以因此 所以好玩的是 我們的社群 有百分之八十都是 單身男子 單身女子 所以可以歡迎大家來認識一下 這就是 我們的社群 然後這是我們的 我還有一些沒遇到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講師群和和群族群 然後 這就是我們為你讀 我覺得 很好玩的地方 我們是多元化的東西 在這邊 大概問一下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蠻 也逐漸 書量有越來越多了 然後 我可以 大概問一下大家 這一個月 有讀過一本書的 就什麼 哇 這個月是1月1號開始嗎 12月 一個月內有讀 哇 果然大家都很厲害 因為相信 在這一年當中 因為 嗯 國 家有恩 應該說 統計有報導說 國恩人 我們台灣人 一年之內 大概只有讀兩本書而已 所以大家都是 非常厲害 很采會 都愛讀書 是太厲害了 那 我這邊想要提到說 其實我們某些程度上 也是在提升 台灣的閱讀能力 把自己拉高一點 其實只是個讀書館 那 好 好 那 我這邊再 問 大家一個問題 一週之內 你大概睡 最少 是幾個小時 最少 最少 一週之內 最少 最少 加起來 HOTO加起來 我其實每天都會睡到8小時 那問題 忙的時候 40個小時 40 那 40 就是一天大概睡 五四個小時左右 40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我那時候 一週只睡 七個小時 但我這邊要提的是 因為那時候 我的七年女友 七年的女友跟我分手 然後我又正出於 數二 然後我要寫 我睡不著 但是我這邊想提 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 七年女友 離開之後 我覺得我 我的人生好像少了一段 但是 就是 呃 我心裡大概提了我那時候感受 好了 我那時候大概就是睡不著 然後 坐在 呃 一個人在台中住 坐在 小房間裡面 打開電視 然後發呆 我真的是在發的 我只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 然後 我心裡就想說 我論文都沒改 我到底要不要寫論文 然後再 好 好想不想再一週過後 我也要 跟我們的博士學長 去Present 然後我一直在 趕論文 然後 在騎去中港路的路上 我晃神 摔車了 然後我撞到頭 然後還有沒有 我撞到頭 突然醒來 覺得 我應該要改變 哈哈哈哈 真的是重的 真的是重的 因為 其實身體都還好 但真的就是 我真的閃神 因為我突然 一千百 然後就倒了 然後就摔著 然後後面 沒有卡車經過把我壓到 所以還可以再在自己去演講 然後我這邊就是大概 我那時候撞倒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要改變 然後我 那時候做了兩個 我覺得我很喜歡的改變 就是第一個 我開始 我開始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才開始寫日記 所以 第一個 我開始寫日記 第二個 我開始閱讀 然後我閱讀 我那時候是人生 中 讀最多的 心理書 之後就沒在讀了 那我這邊想推薦 就是 因為 我 這兩本影響蠻多的 第一個就是 我那時候 心裡很 很憔悴 我很傷心 可是人家都說 你一定會找下一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 真的不是安慰 所以我開始在讀這本書 告訴我說 怎麼安慰別人 但 我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 其實真正的 除了感情之外 真正的能過 其實是假的 因為裡面最難問 或者是 父母已經拒絕說 你不知道該怎麼講 那我學到這個 就是 你在 不一樣的 事情跟你 要怎麼去跟你 受傷的朋友 去聊天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心情去面對 就像我剛剛在聽 我們第一個講 在抱怨的時候 我卻很認真 在聽他講 給一些正向的回饋 然後第二是 我 那時候人生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 回來真的很好 叫這小孩子 那回來就想說 其實 那我到底要怎麼看自己的人走開 我翻了這本書 這本書 讓我找到 我彈性的我 為什麼叫彈性的我 因為 大家小時候都喜歡 做很多事情 我們有很多興趣 我們有很多想要學的 但這本書叫我們去 一樣 都可以堅持 你要去堅持下去 所以 那時候 這本書 就找到 其實人生是可以很熱情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只要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去圍畫 是可以達到 你任何的 每一個目標 那這就是我那時候 大概 呃 遇到的經驗 但 這邊要提一點 就是說 在這時候我終於發現 另一個我 就是我有 半強迫症的狀況 因為我 那時候在處於低潮的時候 我會一直不斷的問自己 他回來 他不會回來 我看什麼 他會突然敲門 他不會突然敲門 敲門了 但 不是他 趕快回來 但是我 一直在對話 我不要打給他 我不要打給他 但我還是拿起來 打給他 他會接 一突然輪迴 其實我覺得 我到最後 我之後翻了一本書 叫 停不下來才發現 其實 這是一種 現代人的強迫症的狀況 因為 強迫症 比較多的是 你會在內心自己 跟自己 抗衡 但不是另一個人跟你對話 是內心跟自己在抗衡 你要去 心裡去抗衡他 你的行為 又不想做 其實真的是 有點強迫症的狀況 所以因此 我那時候 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不小心我把我夜宿又弄過 第二次了 因為我強迫 強迫我自己 做完所有的事 發給他 他收到訊息 發生了很多事 他就崩潰了 他就哭了 全部人都來罵我 你又怎樣 強迫症又犯了 是吧 但 這就是我自己 我接受我自己 因為強迫症 如果真的有強迫症 我 不算真的強迫症 但 真的強迫症的時候 其實他 更嚴重 那他是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就在座各位說明都有 只是 你要去接受他 你要去 適應他 你就會跟他 好好的度過 然後 我也逐漸跟我自己 內心的人的話 其實在跟我自己講 就是說 不管怎樣 就是開心 然後 如果真的你想要做 你就做 不開心也是自己接受 然後就這樣 做下去之後 你就會 得到自己的 一個新的感想 然後再做下一步 那這次真的是 就是 你遇到強迫症的時候 盡量 舒緩 因為強迫症要舒緩 你不舒緩 你會更恐怖 這是 我讀哪一本書的 另一個感想 好 我要講我第二個階段 我想問一下喔 其實我英文很差 很差的英文 怎麼做國際理由 可以做哪一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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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厲害 中國 沒有錯 我的英文很差 我第一年是做中國去 但是其實 我印證的是國外業務 想起來真的還蠻可憐的 因為我那時候在寫email的時候 我被我的同事 因為同事不是台大 就是政大 然後我就是 英國那個King College 就是國外回來的一堆的 那國外長大的異性 那就是嫌棄 我怎麼英文怎麼難 可以做國外業務 然後我的強迫症又換 更一定是 所以我第一年被指派的 中國區列務 我 我 我第一年被指派的 中國區列務 好 中國區 其實我那時候中國區還蠻好 我做了很多 去了北上廣深 其實中國區做得還不錯 我去了北上廣深 西安成都 福建 然後這些區我都蠻常去的 然後主要業務做得不錯 然後 其實重點是 我在做中國區的時候 其實我都用下半時間去培討英文 所以 那時候我開始 逐漸覺得英文 欸我有起來了 所以我有一次在 台灣滿大的一個展會是 Computex 他是這樣 Computex來的通常是 國外業務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故意在 總經理面前 Present我的英文 所以我就被拉了 去中東區做業務 所以這邊秀一下 中東區 哪些 我還有非洲 那非洲 業績比較少 所以比較長 那以色列在這 那 一定要講一點 你去以色列 就不能去這 對 這是沒有人知道 但我是做了這區才知道 所以我以色列 我被丟出去了 我就沒有做以色列了 我就 做 純屬的中東 跟土耳 因為土耳其他有伊斯蘭 那我剛剛提了就是 以色列 以色列我真的沒去過 很可惜 我去過杜拜 因為杜拜是集會地 然後所有人都會來這裡 所有在這邊認識很多國家的人 然後 再 另外 另一個問題 英文 不會溝通 該怎麼辦 怎麼敲業績 我那時候 用力的翻 MLB 讀細書 一眼看出 你到底被這種嚇到 然後MLB 就是行為學 我就看行為學 他自己動作 我到底像不相信人 這只是我 業務術其中的兩本 那 剛才我看到 那個勇敢交顧客門 也是我第一本業務的書 然後這邊就是 其實 其實 蔡英文可以 賣得很好 因為 跟客戶溝通 不是只有英文而已 你要去抓 跟客戶的感覺 跟你在情況下 你的厲害關係 這才是 業務好玩的地方 所以 蔡英文可以做業務的 好的 講個好玩的地方 大家 大家可以很快的猜 這是哪一個國家 左邊是哪一個國家 右邊是哪一個國家 阿拉伯 右邊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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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 其實帕基斯坦 跟沙烏地阿拉伯 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這是阿球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臉子不一樣 然後帽子 這是 這是 每個伊斯蘭國 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然後 這是 國王 這是 杜拜最帥的 其中一個國 其中一個王子 秀一個這樣子 然後 我要提一個好玩的是 我那時候在跟 印度人溝通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 很好玩的狀況 就是我一直在講 我一直在講話 然後 他一直在搖頭 他一直在搖頭 我說 我看我英文太爛了 他都聽不懂 然後 我那時候就 開始腦袋很煩 我說FOB讀 你說看搖頭怎麼 我一定是我講錯 不是 一對你搖頭 是認同 這是我遇到 中東今天 我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好 那這邊 其實 我還要來提 為你讀 其實我真正 真的開樂圖 是在 我發生這段時間 我就可以認真 讀我自己的書 然後 我自己也經營過 讀書會之後 Fail 但在這個讀書會 卻讓我的成長 因為我們從 我是第四 還是第五 我這是第四場 進入的時候 第五場的講者 然後到現在 然後我們也講 我講的 我講的書 比較偏向是 上頁的書 跟確實性的書 那我只有一本 行李學生就強迫症 我在那本書 發現自己真的 行為跟內心 真的會有衝突的時候 我終於認同 原來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 為你的讀 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也是跟這邊一樣 是一個非常正向的能量 而且非常好玩 好 我這邊也要廣告時間一下 很快 所以你按讚也可以 再為你的讀 去FB的按讚 然後加入Line 我們有Line 8 然後再來一次 如果你要看影片的話 我們有影片 然後最後 我歡迎大家 也可以當我們的說書人 這是Aaron 他有來過 焦點分享過 然後 相信大家 也可以有機會 來我們為你的讀 因為明天就是我們的場次 然後明天場次 就是Aaron 講第一個 然後 方 直勇講第三個 然後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 如果上次沒有聽到方直勇的話 或是沒有聽到Aaron的話 也可以來 我們明天為你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